主有指示你做些甚麼? 有的,譬如有一次,我好像學完一個先知課程 神就說,從明天起,你就每一天為一個人討告 我說,下一主,我哪裏無緣無故找個人來討告 因為我找個人為他討告,因為我傳統教會,其實很多人沒有經歷過這些 然後說,行了,我會感動你,每一晚都是,神,或者每一天 總之,那晚12點之前,神一定給我一個名字,我就打電話給個人 說,哪個,我有感動,為你討告,好嗎? 他就說,好,我就騎了,一騎就說了一些可能他現在面對的困難 一些東西,甚至乎有一個在那裏的宣教士 他就說,你講這個圖畫是我十幾年前, exactly 神跟我講過 我也都畫下過的 有一個就是,剛剛我幫他騎,就是 因為我見到一些意象,我就告訴他 然後他說,他就說,他就說,是啊,我公司經歷著這些事情 你看到那兩個、就是,就是,demon,就是,就是,什麼,什麼, 就告訴我,仔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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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實每一個為他騎完肚之後,問回他的感受,或者什麼 他們都說回給我聽,就是,exactly,他們正經歷著的事情 你問我知識疑惑真的很強 你需要指示一些世代的事嗎 有一次13年在祭壇 因為當時我經常去聚會 有一次神感動我為阿富汗討告 很多時我為人祈禱是醫治釋放居多 我為對方討告通常都會閒 聖靈感動會釋放 因為有很多人存在太多東西 就算表面上那個人是沒有東西 都是有這樣的情況 感謝主 榮耀駕給主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李宗盛 林伯